该断除淫欲 礼佛念佛 发菩提醒 意向专念 即去向大涅槃 根本发论之妙心义 这个跟大臣经上讲的相应 这是无量受经上所说的 也是受净土人应该要知道的 我们每天礼佛念佛 发菩提醒 菩提醒是圣母 四红十一音就是菩提醒 观经上讲的 这是净土宗的经典 至尘心 真诚到极处 真心 这是菩提心之体 有体有用 用里面有自受用 有他受用 就自受用来讲 神一心 他受用 慈悲心 大悲心 那 观经上讲 回向发愿心 回向发愿 是慈悲的表现 我们修极的 我们修极的功德 不完全自己享受 希望 供养大家 一切众生 都能享受到 这个信仰 我每天发愿念佛 回向给 变法界 虚空界 一切 苦难众生 好啊 愿一切众生 都能够遇到 净土法门 都能信愿吃面 同身 结露苦 这发菩提心 一向转连了 这是 去向 大半裂盘 根本法论 妙心 这个妙心 就是 一向转连 欧耶大使 说的最简单 信 愿 吃面 信愿吃面 信愿 就是 发菩提心 吃面 就是一向转连 根本今 完全相同 一文佛民 极具 如是功德 足正佛号 民居万德 前面三面 都是讲 名号功德 那 这是 足以 证明 这个 阿弥陀佛 一举名号 居足 万德 万 不是素子 不是一万 两万 不是 万 代表 圆满 那 圆满 就是 无量 无边的 大德了 有文明 功德 微妙 难色 那 听这句佛号 功德 也是 也是 无量 无比 念佛的人 很多 不知道 不知道啊 经要多读 要念得很熟 那你把经念通了 你全明白了 那你念念这个阿弥陀佛 深深功德伯格斯 念念功德伯格斯 真的是微妙难死 尊神托罗尼金属 诸飞鸟出身 寒灵之类 念念句是说出身道啊 那出身种类也非常多 文词托罗尼一金于耳 尽死一身 更不复受 这个意思是 这些动物 听到佛的名号 只要它听一遍进去了 真听清楚了 它来身就可以 离开出身身 到人道来的 这工作多大 我们住在农村 农村有院子 有树木 有花草 我们还有一块地种了菜 菜园里面 树上 放佛号 放这个小的念佛戟 里面是佛号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让这些有缘众生听 他真听到了 就在这个树身里 他离开出身身 到人道来了 到人道来 跟佛有缘 将来长大了 都是佛门第四 由涅槃经上说 是大涅槃经 也佛如实 若有众生 一经于耳 缺后奇迹 不读我读 你看 这个 功德多大 大涅槃经 是大成经 涅槃经如实 所有的大成经 也如实 那我们现在用念佛记 把名号 把经文 统统灌在这个机器里面 让它 从早到晚 不断在能力播放 附近 所有众生 都听到 我们有这种心 这是度众生 度这些众生 比人好度 人有怀疑 不肯相信 这些众生 这些众生 他欢喜 他愿意听 一经于耳 上居上俗功德 活宽 经耳之后 皆能心收 这个天了 他有没有信 有没有接受 不知道 我们只知道 他听了 就有这么大的功德 如果听到 他相信 他接受了 那个功德更大 七功更神 一般 经中文字 你看经典一翻开 第一句 如是我闻 这个文字 不是单文 不是只是听到 意思里头 有信 有手 那大神教里头 这文字里头 有信 解 行证 包含这个 这些经节 事故 文明之人 今生 总不能 极能往生 这一生当中 往生 他做不到 来世 一笔 常修 书生 凡恨 书生 凡恨的头 无笔 书生的凡恨 就是 幸运之明 也就是 他很有可能 闻到 净土方 为什么 这个语言 是修净土人 干的 跟他借的 特别是 如果我们叫他 闻的佛号 上阿弥陀佛 直接 就是把 书生的凡恨 语言 跟他中了 跟他借了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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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弥陀佛